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设计模式之策略模式 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这节课的课程概要 我们分为入下三个课时进行学习 首先呢我们来学习一下策略模式的概念解读 然后我们来学习一下策略模式的作用和注意事项 最后呢我们来学习一下策略模式的代码实战和总结 策略模式呢是设计模式中一个比较常用的一个概念 那么整个一个设计模式我们已经讲过了一些章节 希望同学们呢能把这些设计模式真正的融入到你的项目开发里 然后仔细的去品味一下每种设计模式之间的区别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策略模式的概念解读 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这节课的课时 我们分为文字解读跟你物化的方式对策略模式进行概念解读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文字解读 策略模式定义了算法家族分别封装起来 让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替换 此模式让算法的变化不会影响到使用算法的客户 那么很多同学看到这样一句话就懵了 不知道这个到底在表达什么 也不知道这样一段话想说什么 那么其实这里边老师把这段话要是给大家解释成大白话 那么大家马上就能明白了 首先呢策略模式定义了算法家族 那么既然是家族我们也来描述一个家族 那么这个家族有几个孩子有小男孩有小女孩 然后把他们分别封装起来 我们不用分别封装 每一个孩子那么自然有表达对物体跟这种形状或者语言的能力 他们都是不一样的 让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替换 那么可以互相替换什么呢 我们这里边可以让他们互相替换答问题 此模式让算法的变化不会影响到使用算法的客户 那么有人在使用这些孩子 谁来使用这些孩子呢 我们这里边来举一个例子 就说这个家族非常有钱非常任性 给这些孩子呢请了一个私人的幼儿园老师 那么这个幼儿园老师就是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算法的客户 那么我们这些孩子共同组成了一个算法 那么怎样让这个老师跟孩子结合起来呢 也就是说我们的客户呢 那么当前这个老师比如问 同学们你们好 你爸爸在家吗 你妈妈在家吗 然后呢 依次的能得出来当前的这些问题 然后呢 这个模式让算法的变化不会影响到算法的客户 我们此时已经明确了算法的客户是老师 那么模式让算法的变化 谁是算法的变化呢 比如说每天这些孩子全部都排成牌 等待老师的到来 那么现在这几个小同学 站着牌顺序不一样了 那么算法其实就是发生了一个变化 那么这个时候 你再问 你爸爸在家吗 你妈妈在家吗 那么每个孩子都能完整地表达出来 这个时候 它并不会影响到使用算法的客户 那这个就是我们策略模式的一个大白话的解读 希望大家能理解 到底这个什么是策略模式 那么我们再来用这种拟误化的方式 对策略模式进行解读 好 比如说 我们这个共产党 那么需要跟日本人打仗 那这个时候战争的时候 我们有骑兵团 我们有炮兵团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 我发出命令 让骑兵团上 好 那骑兵团先去冲锋 然后呢 炮兵团上 那么炮兵团再去冲锋 那么这个都是我的一个策略 但是无论我怎样去变化我的策略 我们对外的敌人是不变的 那整个这一个策略 这个里边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变化 比如说我想让炮兵团先上 然后呢 骑兵团后上 那这个时候 我们对的这个客户 相对这个算法 相对于我们来说是变化了 但是我们的客户却没变 那无论你怎么变 我们这些战士都是服务于你们 所以说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上节课这个文字解读 他定义了算法家族分别封装起来 我们每一个部队都分别封装起来了 让他们之间可以相互替代 替代的去干嘛 去一线去打仗 此模式让算法的变化 不会影响到使用算法的客户 我们这个时候派炮兵 派这个骑兵谁出去 那么他都不会影响到当前我们的敌人 我们一致是对外的 那么这节课老师就把这个 策略模式这个概念 用这种文字的方式 跟你物化的方式给大家解读了一下 那么大家只要明确一点 首先呢 这一个策略模式 它有一个客户 那么无论我怎样去变化 我里边的这些算法的排列 那么对于客户来说 它都没有什么变化 谁知呢 它是来帮助我们去客户去做事情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 策略模式的作用和注意事项 首先呢 来看一下我们策略模式 有什么样的作用 那么策略模式的这些算法 都是做相同的事情 只是实现不同 这个里边同学问 老师这些算法都干了一样的事 就实现不同 那都做了一样的事 为什么还要这些算法呢 其实这句话 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呢 做相同的事情 都是为了我这个客户服务 只是呢 服务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说 相同的事实现不同 并不是说做一样的事啊 以相同的方式 调用所有的方法 减少了各种算法类 与使用算法类之间的偶合 比如说我们这个司令派命令 先让炮兵出 然后呢 让骑兵出 那么下面炮兵了 每一个这个部队 就说你是炮兵吗 我不是炮兵 那下一个部队 你是炮兵吗 我是不是炮兵 你是炮兵吗 好 我是炮兵 炮兵出发 然后再让骑兵出 你是骑兵吗 我不是骑兵 你是骑兵吗 我又不是骑兵 你是骑兵吗 我也不是骑兵 那么直到找到这个骑兵 这个太复杂了 这个时候我们要是想调用这些相应的炮兵骑兵 我们只需要发出一条命令 说骑兵上 那我们马上就能找到这个骑兵 然后让骑兵出发 想让炮兵上 那马上就能找到这个炮兵 然后炮兵出发 那么这个减少了各种算法类 与使用算法类之间的偶合 就是我们当前的这样的一个部队 然后在出发的时候 不让他们有更多的偶合 那么这也是策略模式一个关键的作用 还有 每一个它可以单独的定义算法类 也方便了我们单测 因为呢 为什么 我刚才说了 我们这些小的部队 那么它都是这样一个单独的小部队 我们想测试这一个部队有没有能力 我们直接把这些部队拉出来就可以了 并不用想测试步兵的时候 再把炮兵拉上 所以说呢 他们都是单独的来定义了这样的算法类 好 最后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 它不仅可以封装算法 还可以用来封装几何任何类型的规则 要是在分析过程中 需要在不同的时间应用不同的要预规则 就可以考虑策略模式来处理这种各种变化了 同学们可能想想 老师你上面意识的时候 它就只能封装算法 其实呢 它可以来封装任何几乎任何规则 然后任何你想要应用到不同意有规则里面去的东西 大家不要把这个思想固化到这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策略模式的代码实战和总结 那么首先呢 打开我们最常用的编辑器 SubLam 然后呢 我们在桌面 建index.js这样的一个文件 那这里边呢 老师只给大家演示为主 大家只要把这个里边的东西听懂了就可以了 好 那建好了之后呢 首先呢 我们要做一件事 那么常规来说呢 如果说我们验证一个文本框 OK 我们验证这样一个文本框的时候呢 我们声明个变量 叫做input 然后这个值呢 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当前这个input的v6 OK 那么这个我们拿到这个值干嘛呢 我们要做一个验证的东西 验证什么呢 好 我们这里边来一个VL 然后呢 等于Object 这里边首先呢 isInParty 好 我们要做一个是否为空 这样的Faction 好 那这个呢 我们把它存到桌面啊 让我们保存 好 我们把它存到桌面 inDance.js 然后呢 我们这里边再做一个什么呢 再做一个isTelephone 好 我们这里边再来一个Faction 我们想想啊 如果说我当前这样的一个逻辑 在处理的时候要怎么样呢 首先 run 这个ese 然后呢 等于vl.isInParty 然后呢 我把这个谁传进来啊 input 点v6 OK 那么这个我要看它是 是否是空 然后呢 还要是看一下它是否是电话号码 然后呢 这里边具体逻辑呢 老师不实现了 给大家 把这个模式给大家搞清楚就可以了 然后再看一下 点vl OK 那如果呢 如果怎么样 如果既不是空 OK 非空 然后呢 又是什么 又是电话号码 那我这里边稍微说一下 alert 什么 通过 审核 那我同学们看一下这段代码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啊 这里边它每一次验证通过呢 它要return出来这样的一个对应的值 OK 然后这里边呢 它经过验证之后呢 它还是要return出这样一个值去 好 我们这里边return一个 那这里边呢 这两个 同学们看 如果说啊 你这个东西变换的非常复杂 我们讲到上几课 我们这几课学的策略模式 那么这样写的话 如果说你这个里边啊 设计的非常非常复杂 那么呢 你就要对你这个当前的值 进行无数次校验 那么按照我们策略模式所说 同学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概念 按照策略模式所说呢 这是我们的整个一个解读 策略模式定义了算法家族 分别封装起来 按道理说 现在我们呢 就是已经把这些算法封装起来了 让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替换 此模式让算法的变化 并不会影响到使用算法的客户 那如果说我们这样的话 那么如果说稍微的把我们这个里边这个顺序呢 如果是变了是不会影响它 但是呢 我们要对我们当前那个客户进行无数次交易 那么按道理说呢 我们当前的客户呢 是怎么样 应该使用一次就可以了 我们把这些东西呢 只要让客户传递进来 然后呢 把这个算法递给他就可以了 好 我们这里边如何优化呢 同学们 大家想想啊 我如果说最佳的优化手段应该是什么样的 点input 然后呢 我来进行验证 这里边呢 我们传入当前我这个值 怎么样 isimputing等于files 我不让它是空 然后呢 这个istelephone 那么呢 是处 这样我就把当前呢 我趁着这样一个函数 我把这个值呢 我可以给这样的一个值挂载到谁上 挂载到我当前的 这个对应的一个验证上 OK 那如何挂载这个验证呢 我们可以直接往$0.fn上去挂载啊 挂载当前我们这个验证值 但是呢 这里边老师要说的是什么呢 这样才是真正的一个策略模式 无论你算法里边内部结构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那么呢 我们统一对外的可以进行一个交互 而且它里边要做的事情 都是对你这个值进行一个修改跟变化 那么如果大家呢 再去想想这块里的动画 我们去用这块操作这个动画的时候呢 那么也是一样的 这个动画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找到这个DV 然后呢 这里边我们给它加动画 IMAT 好 我们加动画之后呢 这里边比如说 我们给它加一个宽度 宽度让它变成100px 那么后边的同学们 后边干什么 就是时间 再后边呢 我们可以给它传一个线性啊 或者是非线性 那么这样的一个参数 那么对于前面来说呢 那它说不变的 那么对于这个来说就是个策略 老师写尾代码啊 要你以什么样的形态去展现你里边这样一个DV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策略 有同学说呢 老师好像你这样呢 也并没有比我这样去麻烦多少 我只不过是一个EVE 那同学们想想 这个里边我如果加上七八个这样的一个EVE 那你怎么办呢 那么你就要加上这样七八个条件 然后呢 如果说这是一个EVE 那么呢 如果说我再给你加EVE 那么总之呢 你让我这个值得有一个归属的话 我们这个代码将非常难维护 但是呢 如果说我们通过这种策略模式 我把这种策略给它放进去 我需要什么样的 然后呢 我们挂载到这样的一个方法上 然后我们接受到这样一个参数 然后我们来处理这样的一个参数就好了 那么只要其中有一个return files 那么程序就结束 让整个一个程序 包含到我们这个相互的一个程序里边 那么有一天 比如说 那想不要的电话了 我们直接去掉就好 那这里边呢 我们要去掉A字telephone 那么呢 A字这个 那么同学们从删除代码量上 一下子能看出来策略模式的好处 总之 里边这些算法是相互隔离的 然后统统的服务于我们的input 那么我里边的顺序 发生什么变化 对于我input的教验 没有任何的相关的一个不好的地方 那么这就是策略模式的一个代码实战 好 那这几课我们就学一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